欢迎我们台大密尿部组织医师 冯博刚医师来为我们介绍 如何侦测社务线癌 我们热情长生 欢迎冯医师 谢谢主持人介绍 各位卫兵 各位师长 很荣幸能来到2020年台大社务纪 我们今天主要是带来的这个题目 是关于如何侦测社务线癌 那在前两个小时 各位卫兵已经有听到说 关于常见社务线癌大部分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治疗等等 那我们现在进展到这一块 就是大家也是会非常在意的 就是社务线癌的部分 那我们究竟是要如何去诊断 以及社务线癌 它到底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社会中 大概占的比例是多少 那如果真的不信真的得到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置 那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那各位卫兵可以 进一步获得这方面的资讯 那首先就是 呃今天想要主要讲各位卫兵表达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社务线癌 一定得到社务线癌 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透过有些工具 像包含社务线推荐原 它储疏症的PSA 或是所谓的肛门或是直肠的直诊 那第三个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个社务线的切片检查 那再来就是说一定要切片才能诊断 究竟有没有社务线癌吗 那如果真的不信得到社务线癌的话 那它每一阶段 每一个分歧它症状是什么 那首先就是说 这是根据我们去年 多了这十大使因 那第一名的话还是以二性肿瘤为主 那二性肿瘤的营验 它其实去年 因为这癌症的时候 我们死亡的人数大概有五万人 那我们进一步去区分说 其实是以社务线癌来说 它是男性癌症的发生率的第五位 那它在它前面有大肠奶肝癌 肺癌口腔癌等等 那所以说已发生人数的话 其实我回顾这五年来 其实每年发生人数 大概都是五千人到六千米男性 那平均好发的年纪 其实都是在六十到八十岁左右 那在台湾的这个发生率 大概是十万分之四 三十到四十 那换算成大概是三千分之一的机位 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数据 就在美国的话 其实像男性 他们一年大概有八十万人 可以会得到癌症 那其实有十六万 将近到五分之一的人 其实是20%本身是得到社物线癌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是社物线癌 其实在西方社会的 他们占的比例 是跟像社物线癌 或是皮肤癌等等 他们是算比例比较高 那台湾是台第五位 那当然这可能是跟本身 我们的人种 黄种人白种人 还有以及就是说我们饮食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有一些西方人 他比较是摄取一些高油脂 高重量的一些食物 那或许这也是说跟 将来他发生社物线 还是有所关联性的 那我们讲一下 社物线癌 其实本身旁边 只有先讲一下 就只有男生才有社物线 女生的社物线 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他就退化掉了 那男生的社物线 从刚出生的时候 在这边看到 婴儿的阶段 大概只有一克 一克的社物线 他到了12岁的时候 青少年大概变4克 一个成年男性 他的社物线大小是20克 那在到了单50岁的时候 他会慢慢慢慢成长 可能会成长到超过30克 那目前以台湾的标准来说的话 我们是放 他假说 就是说社物线如果体积 大于30克以上 就称之为社物线肥大 那以台湾的统计来说 50岁以上的男性 社物线超过30克 有时候社物线肥大 这个状况 大概占一半左右 50% 那随着年纪的增长 到了60岁 可能将近就有60%左右 70岁以上 大概80%的男性 都有社物线肥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社物线肥大 这是一种 只要你活得够 它是一种长寿病的象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社物线的构造 在上方的方法是膀胱 膀胱会跟社物线作为相连 那这个社物线本身 它有分成几个区块 所以可以看到就比较靠近膀胱 是像中央区 那这样比较靠近 靠下方蓝色的部分 它叫做周边区 那中间看到这个紫 反红色的部分 这是移型区 那这个区块的话 就很像我们都市计划一样 有住宅区 有商业区 有特区等等 那发现说 其实我们移型区呢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它占的比例是上最小的 那大家知道说 移型区就是我们俗称 那社物线肥大 所谓中间 刚刚前面提到说 我们社物线肥大 如果是良性的把它刮除 就是刮除这个移型区的部分 所以说不管是用刮除 或是用弯除手术 就是处理这移型区的部分 那但是呢 我们癌症的部分 其实这个三区都可能会发生癌症 那其实癌症最重发生的区块 是在我们的周边区 就是蓝色的区块 大概100个社物线癌里面 就70%左右 就发生在周边区 那再来其次是 移型区跟中央区 那个比例加起来大概就三成左右 那这边是有个数字 就是说 我们上面的部分是指说 我们年薪 就是一个年薪男性 它的社物线 它的区块的分布 那癌症的分布 刚刚提到 桌边区大概占70% 中间移型区的部分 还是有可能会有癌症的 但是它发生期许最终20% 那中央区 所以中央区刚刚提到 最靠近膀胱的那个区块 它的占比大概就是10% 所以说 一个人只要活的年纪够大 它一定会有社物线肥大 但是它会有社物线癌 这个未必 那随着刚刚提到 台湾的发生的 发生率大概是3000分之一 所以说 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发生的 就是说你年纪够大 你可能一定会有社物线肥大 那有可能运气不好 你同时又得到社物线癌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发生的 就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那所以说社物线癌的话 发生率它会随着粘移提升 那它早期的话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的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 主要依赖的方式就是要靠 就是平常的抽血或是钢盘执者等等 那抽血的话其实是最直观的 因为其实现在50岁以上男性 都会有 大家就是有时候 除了自己大家自费参加一些见检 或是大家在公司 每年有一些公司的一些见检 在50岁以上男性都会包含这个PSA的部分 那甚至坊间的一些检验所 多数大家去检查的话也是都可以的 那PSA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一个大家靠抽血就可以得到 你目前这个指数的高低 然后去判断说 究竟自己到底有没有社物线癌的这个状况 那通常来讲等到出现症状 然后左下的东西 有一些像是急性药滞留 血尿甚至尿失禁的状况 因为他知道说 色物线癌跟色物线肥大 它其实都是包在色物线的这个区块里面 所以当色物线癌它长大之后 它一样会压迫我们尿道的部分 所以也会造成像类似跟色物线肥大 很类似的情况 但差别在于说 同样是造成这些 解药 贫药 尿失禁等症状 但是它致病的基转不一样 一个是良性造成的肥大 一种这种是癌症产生 进而造成的压迫 所以这个处理上 跟治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最糟糕的情况是说 其实很多人像台湾刚提到 一年大概五六千人 会得到色物线癌 它大概有30%的状况 是一发现的时候 它就有合并骨头转移了 那将肥转移的部分 我带周五的 我们周五这些贵宾 再联络我用餐的话 他们我也会再跟各位介绍 就是说 色物线癌合并肥转移的 一些 常见的一些症状 以及治疗方法 还有一次跟大家寻导说 如何怎么预防 股脂疏松等等 非常 很有趣的一个奖集 那大家可以留下来用个餐 然后听我讲解一下 所以说色物线癌因子 大概就刚刚提到 高脂肪的肉类 然后再来是60岁以上的长者 然后家族病史 所以这家族病史是说 如果说你的一等星 就是说你的爸爸 或是你的兄弟 如果有色物线癌的话 其实他这个就有可能说 你的家族里面 就有一个相关遗传的遗史 所以变成说 一般来说 刚提到50岁以上 会建议说 每年抽一次色物线指出PSA 那如果说一等星有的话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建议到提早到45岁 就是可能就是要早期 先建构自己的PSA 抽血的这一个基准值 然后我们会逐年的去做一个比较 如果发现说 他有缓步上升的话 其实最伤心的 那刚刚讲 早期的色物线癌 是几乎都没有症状 那一发现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贫尿 贫尿 像色物线肥大症 贫尿 咽尿 或是就是减尿疼痛 咸尿等等 那我们如何诊断 基本上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主要是三种 就是分成肛门指诊 然后一个色物线的这个退役抗原 PSA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确定诊断的话 还是要去透过色物线切片 去取得组织 然后再做病理的一个化验 那这个大概是跟大家说 你说这三个的 各方面的优缺 刚刚的指诊的话 都是由为你诊治的 泌尿科医师帮你施作 那他其实就是会根据 这个医师他本身 他的经验 以及就是说 我们这个种的位置跟大小 因为刚刚提到说 我们色物线 刚刚的指诊 其实这样做 我们是从刚刚的手伸进去 那大家知道 每个人的食指 大概就是伸进去 大概5到6分左右 所以坦白说 大家看到 你看到那个 处诊到 色物线的位置 它其实是在 靠后缘的部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 色物线本身 如果癌症长在靠近前侧 身体的前方的话 你未必摸得到 所以说肛门指诊 还是非常取决于 你这个 如果真的有癌症的话 它是长在哪里 再来就是说 年纪越大的患者 他本身如果 他有色物线可以大 他往往其实 内部也会有一些 阳性的一些结石 或是钙化等等 那个有时候 其实在肛门指诊上面 是并不容易特别去区分 所以肛门指诊目前来讲 我们是做一个 辅助性的一个诊断 那 色物线特定探认的部分就讲说 它的专业性低 意思是说 如果说 它会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 例如说 你的年纪 随着年纪 或者是说 如果你最近如果有性行为 有射精这个动作 或者是说 最近有骑脚踏车 你骑脚踏车 它的坐垫 其实也是刚好抵在我们 社务线 会议部的所在 所以说 这些部分 其实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社务线指数的 它的一个准确性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它的本身的准确度 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也就是说 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有一些 比较新的一些抽血的项目 可以去提升 我们透过抽血 去预判说 你究竟有没有 社务线来的一个准确度 那当然切片本身 当然是一个 目前来讲 是可以取得组织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 缺点是说 超硬波本身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看出 到底肿瘤在哪里 我们坦白说 就是说 社务线其实刚刚看到 它就像是一个乒乓球一样 所以我们原则上 就是会采取 就是随机切片的方式 我透过随机的方式去看看说 你到底有没有 社务线癌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讲到说 如果它社务线癌的细胞 它长的位置比较刁钻 有可能随机切片 是没办法切 就切片到了 所以变成说 有时候会发生说 明明社务线指数真的高 那透过抽血 透过甚至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发现说 你可能真的有社务线癌的 几率还蛮高 可切片出来 哎我跟你说没事 那其实这时候也不能够掉以惊心 因为有种可能性是说 你可能确实真的还是有多长 一个社务线癌 只是我们切片没有切到 可能接下来这辈子 可能要切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说搭配像是我们最新的 有一些像是核磁跟共振 去融合的一个影像 去看看说到底有哪些区块 可能是我们第一次 随机切片中没有掌握的 那我们就去特别遵循那些比较可疑的区块 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切片 那现在讲到说PSA的部分 PSA部分它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一种糖蛋白 那它其实就是说 受到男性的荷膜影响很大 那目前我们台大医院本身的话 我们会随着年纪 去订定它的标准值 那大家可以这样想 一个正常的社务线的组织 它本身就会制造这个PSA 那如果说你正常的组织里面 暗藏了一个社务线癌的细胞 社务线癌的细胞 它也会制造PSA 就举例一个意思 就是说就跟我们的发电厂一样 你火力发电也会产生电 你核能发电也会产生电 那核能发电你的燃料 放缴一点点 它就可以制造很多的电量 所以意思一样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 社务线癌的细胞 如果有暗藏的话 它只要一点点 就会贡献你很多的 抽血增测出来的PSA的数字 所以说我们会随着年纪 去做一个标准的调整 那刚刚才没提到说 像社务线肥大本身 社务线发炎 癌症 甚至说我们做一些 社务线按摩 肝脂疹 超音波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社务线的指数的判别 那我们社务线指数 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是 Total PSA 它其实有很多次分类 那我可以看到说 有一般的就是我们PSA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PRO PRO的PSA PRO PSA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就认为说 如果是有癌症的患者 它这个PRO PSA的量 它这种四分类的量会特别提高 所以说我们后面要跟他介绍一个 社务线的一个健康指数 那这个游离性的PSA的话 就是说它是辅助刚刚讲的PSA以外 它游离在我们写心中 我们可以去计算说游离社务线指数的比例 然后去算说 它不同年纪下 它的得到这个比值 它社务线来的发生的可能性 不过这些都只是仅供参考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比较准确的方式 就是以抽血来说 目前比较准的方式是透过这个 PHRN 就是又称社务线的健康指数 那它可以看到 它是透过一个数学的公式 它有去计算说 你的总共的抽血的PSA 然后呢 有个P2 PSA P2 PSA就是刚刚提到的 它的PRO PSA里面 目前发现大概有五种 那其中P2 PSA 它算是我们抽血能得到比较稳定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靠过这三个数学的算式 去计算出这个PHI的这个数值 那数值就可以发现说 如果说出来 它可能介于1到27 27到36 然后36到55 以及55以上 它这边有提到 左边这个Thorovity of cancer 是指说它得到癌症的可能性 那大家可以发现说 其实当你社务线的这个PHI 只超过36以上 含36的话 你的基础就等来33 那如果说超过55以上 你的得到癌症的可能性 就是超过一半以上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说 做后续的切片 去证实说 你真的患有色物线白 那只是说 这个目前来说 相较于过去 我们传统的一些抽血的方式 这个是目前来说 你抽血 非侵入性的方式 算是可以得到最多资讯的一个 一个检查项目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的共识说 这是台湾的那个肿瘤的医学会 那是说只要我们知道 预期余命10年以上 而且50岁以上的男人 那我只要说 我们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就要告知说 这个你可能 会有得到社务线白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就建议说 就是要第一期子 做这个PSA的检查 那如果说任何一项 包含我们抽血的PSA 或是肝盘执症 不正常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要可能考虑 就是要做一个切片 去证实说 你究竟有没有这个社务线来 那这就是我们社务线 切片的一个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是我们患者会 在一个床上 然后两脚就是 会成一个M字型 然后我们的探头 超越过探头 会从我们肛门进去 探头的顶端 会抵住社务线 那我们就会做标准的 这个12帧的一个切片 那如果说 我们在肛门指诊 有触摸到 可能也许你的右边的外侧 有一些硬块 那我们可能针对于外侧 右边外侧部分 我们可能就会多切个两针 去增加我们的一个诊断率 那透过这个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取得组织 那组织就可以去判断说 究竟到底有没有 患有这个社务线来 那如果真的有患有社务线来 我们就去判断说 它的恶性的程度 所以其实下一个章节 洪教杨医师会跟大家介绍说 就是我们其实癌症本身 它有一个分级的标准 包含就是说 它是第几期 其实它是看到很多的参数 那根据不同的分级 还有不同的危险程度的分级 像比如说有低度危险 中度危险 高度危险 及高度等等 我们后续的一些处置 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会根据 一开始你诊断时的一个状况 再搭配本身得到这个疾病的年纪 然后以及身体健康的状况 去帮你做一个量身打造一个 专属于个人化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这边就提到说 如果我们第一次切片 没有发现有癌症 可是后续追踪 你还是发现说 你的抽险指数一直往上升 因为其实坦白说 你还没诊断前 其实你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我们大概就只能透过抽险 PSA 或是像核四共振 这个去看看说 究竟到底有没有社会 那这边是提到说 在第一次切片的时候 核四共振 它的角色 它的占有的那个 重要性并没有这么高 但是如果说 当我们第一次切片完之后 我们可以 如果发现没有癌症 可是你的指数 还是让我们医生会觉得强烈怀疑 你还是有暗藏一些 癌症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会帮你 方排这个核四共振 核四共振 它我们会做一个叫做 所谓的MPMRI 就是说它是一个叫做 多层次的 它会透过各种 那个影像上的设定 去侦测说 你的这个摄物线的细胞 这个组织里面 哪个区块是比较 奇怪的 那部分我们特别会标记出来 然后我们会帮他打一个分数 分数的高低就取决于说 这个地方 涨癌症的可能性 所以说下一回 如果要再做第二次切片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间隔你第一次切片 可能三个月 可能六个月不一定 那我们下一次会针对这个部分 特别的去做一个切片 那增加我们诊断的一个成功率 那摄物线癌如果说真的真的发现的话 我们简单的分歧就是第一期的话 就是它是局限在摄物线里面 但它的特点是说 它肛门止疹是摸不到的 第二期的话是说它一样包在里面 但是我们肛门止疹是摸得到的 所以说第一期跟第二期 大家就记就是摸得到跟摸不到 第三期的话就是它有侵犯到它的周边组织 例如说除金蓝 或者是说一些 它摄物线表面有些包模 表面有些被侵犯到 就第三期 第四期的话就是远端转移 那它其实摄物线最常见的转移部位 就是我们的骨头 所以说如果是有效到第四期 它就是会到骨头的部分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腰痠背痛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在 我们其实诊间有时候都是像骨科或复健科 因为长期疼痛做了复健 射质痛药没有好 然后就把它搓入PSA 才意外发现它的摄物线指数可能 上百甚至破千 那时候才来 那时候多长都是已经有合并有骨头转移的 那刚刚提到的说 就是说我们切片完之后 会得到这个叫做格里森分数 格里森分数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就是我们癌症的恶性度 从1颗星到5颗星 1颗星是最轻微的 5颗星最严重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说 通常大家听到说几加几 3加3 然后4加4或5加5 这意思是说5加4 这意思是说 第一 这个切片组织下来 第一个最常见的数量 比如说它是3颗星第一多 4颗星第二多 那它就3加4 如果几乎全部都是3颗星的癌细胞 那它就是3加3 它就是去看说 第一多的部分跟第二多部分去相加 那这个相加的分数也牵涉到未来的存活率 还有以及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方式 这都是有差的 那这个就是说根据我们目前就是那个 美国的这个癌症医学会 他们就是有制定说这个社务线来一个等级标准 那这个是我们图示的部分 那治疗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如果说它是属于第一期到第三期 然后如果是中度恶性 就是我刚讲的低度恶性中度高度 或者是极高度 如果基本上中度恶性以下 那如果它的状况允许 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看患者的年纪 如果你的平均余命如果是大于20年以上 例如说你可能65岁以下 你得到这个社务线来 然后你发现你的期别 还是在于说所谓的第一期第二期 或是某些部分的第三期 你还是可以建议选择 就是把整个社务线根除掉 你可以获得最好的一个存活率 那如果说你可能得到疾病的时候 你已经75岁以上了 那大家知道说其实75岁以上 台湾男性的平均年纪大概是78岁 那平均余命是说 大概你花这个年纪 你预估还有多少年可以过 如果说这个年数太少的话 其实未必真的需要做治疗 原因是因为社务线癌本身 它是算是一个长得很慢的一种癌症 所以说我们人总有一天 可能还是会因为像其他心血管疾病 或是可能得个肺炎就挂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确定说 你不会因为社务线癌而挂掉 那其实你就可以考虑说也未必需要做治疗 就是左上角的观察性治疗 那荷尔蒙治疗通常是针对那种已经一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有股转移 就所谓第四期的部分 就会使用荷尔蒙治疗 但荷尔蒙治疗只是一个其实点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物 在下午的陈东兴教授的演讲里面 也会跟大家贵宾提到说 我们其实有很多种药物可以去做一些辅助 可以去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些存活率 那在放射线治疗 其实他就是讲说 如果有些患者 他可能没办法承受开刀 例如他可能本身有曾经中风 或是有些心血管疾病 有放过支架心率不整等等 他可能没办法去停掉他的 目前在用的一些抗瘾血剂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也是可以考虑用放射线的一个 根治性的治疗 那他一样是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所以说其实手术跟放射线治疗 是我们目前认知 就是说是一个根除性的 观察性的话 其实是说我们就是继续观察 我们就真的是什么都不做 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看出 如果说他真的有症状之后 你可以再做补充一些 像放射线 或是说其他一些药物的部分 那刚刚讲到荷尔蒙治疗 就是针对是转移性的部分 所以其实他治疗方式其实都是 很多量化的 会根据每个患者他的年纪 他得到这个疾病的这个分歧 然后以及就是整个我们 医生跟患者之间讨论结果 会做一个对患者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最先结论就是说 我们就是早期诊断 然后早期治疗 那方式可以用就是基本的抽血 肝门执症 那但现在我们就是越进步到就是精准诊断 精准资料 我们透过也可以抽PHI这个社物线健康指数 然后透过核实共证 去定位我们的病灶的所在 再来就是说重申一个最关键的 我们要确定诊断 一定必须要透过社物线切片 切片我们取得组织 进一步去做化验 我们才有办法去证实 究竟有没有得到这个社物线盘 好谢谢各位未必的领听 谢谢黄奕西的表解